夜色茫茫 新月无光 韩国瑜茶袋超强寒流 到桃园力挺 陈学胜 造势晚会 夜食一曲 全场支持者热血沸腾 但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 不仅发起连署抗议韩国瑜 甚至还开记者会公开指责 韩国瑜先生如果特别喜欢军歌 他也说他夜唱夜洗 这个歌追雨朋友也唱过 追雨朋友夜洗 大概是要夜洗到他床上去 你大概是要夜洗到他床上去 你大概是要夜洗到他床上去 这个是我们都觉得很乐见 很好 最好都这样夜洗 明明是铿锵有力的军歌 却被说成低俗歌曲 另一谱发言还有这番话 国瑜韩先生呢 他是有前科的 他在立法院曾经做过日洗的动作 就是白天偷洗 那他曾经做过国会洗 在国会里面偷洗人家 所以当韩国瑜说他要夜洗的时候 当然会让人有非常多的疑虑 硬是要把偷洗帽子扣在韩国瑜头上 莫非是想把不当言论 合理化唱夜洗 真的错了吗 我觉得他们选举选到脑袋都昏头了吗 死因还可以讲这种话 你儿子还是高雄市副市长 你还可以说摸到女朋友的床上 然后又说女朋友也反对夜洗 这个不是无耻 这个是下流 老君哥夜洗越骂越红 当过病的男生 对这段影片肯定不陌生 国防部网站上还有夜洗的交唱影片 有网友建议搭上寒流风潮 推出卡拉版 但国防部目前没打算 明明是提振士气的歌曲 却被抨击染黄 绿营在天一帖票房毒药 记者综合报道